大家好,我是丹塔,泰德邦迪,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名字不陌生了 前不久我们才聊过食人魔杰弗里达默的故事 他所做的那些事令人发指的程度已经超出我们想象 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泰德邦迪,连环杀手这个词还是因他而起的人 也许才真是恶魔的化身 他也一度成为之后变态杀手模仿的对象 比如说近年一个中国女游学生失踪案的嫌犯 克里斯腾森现已承认自己杀害了13个人,称自己痴迷于泰德邦迪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70年代震惊美国的连环杀手泰德邦迪的故事 1969年的西雅图,单亲妈妈丽兹被朋友拉来一间学生酒吧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迷人的男人泰德 两人一见钟情,他将泰德带回家 本以为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直到他单亲妈妈的身份后拔腿就跑 然而并没有,他留下来陪他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硬要床空了 他急忙跑出来,却发现女儿已经被照顾妥当 泰德连早饭都给做好了 就这样一家三口度过了温馨快乐的五年 直到1974年的1月,华盛顿州开始被恐惧笼罩 不断由女性失踪被害 渐渐的,一个长相英俊能说会到 手上有石膏的男性成了恐怖的都市传说 那些消失的女性最后一次被看到都是在帮助这个神秘的石膏先生 把一些东西放到他那辆甲科虫车上 各大媒体刊登了嫌犯的画像 警方也在不断地接到市民们打来的举报电话 1975年,游他州的一个晚上 巡警拦下连窗两个红灯的泰德 看了看他的驾照,不仅起疑 一个来自西雅图的孩子,怎么会凌晨 出现在这个2000多公里外的游他州呢 泰德告诉警察,我是游他州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女朋友住在西雅图,所以常常两地跑 白日,法学生风度翩翩 70年代,美国典型良好公民的代表 要不是警察,撇见他车上的手套,绳索,垃圾袋 这类奇怪的东西,他早就蒙混过关了 被靠回警局,警方从他车上翻出了一个黑包 除了手套绳索这些,还有一根钢棍 不像人心惶惶的西雅图 此时的游他州,还没有沉痞的失踪女孩 只有一个侥幸从一场暴力绑架中逃脱的女孩 他被带来警局 直了指泰德 法庭上,他被起诉两项罪名 绑架和暴力攻击未遂 这个时候,泰德这个名字似乎还与那个邪恶的连环杀手站不上边 他的辩护律师替他申请了保释 他连忙跑回西雅图,告诉丽兹 那个女孩之所以会指认他 就是因为警方提前给他看过他的照片两次 你知道的,警方最喜欢通过这种途径 加快办了速度了 最诡异的是,警察之前就知道他的名字 有人匿名举报给他们的 他觉得自己被陷害了 庭上,他的辩护律师也提出了这几点质疑 然而最终,陪生团还是判处他 绑架为碎罪 被押至犹他州监狱等待量刑 这对即将组建小家庭的他们来说 无疑是晴天平礼 很长一段时间,丽兹都郁郁寡欢 直到一天,他接到一个大胡子探员的电话 探员来自科罗拉多州 这个地方就在关押泰德的犹他州的隔壁 给丽兹打电话前,探员先找到了泰德 问他有没有去过科罗拉多州 作为一个全职法学院学生 泰德表示,自己哪有这么多时间到处跑 探员心满意足,这就是他要的答案 他撂下一句话 1977年,泰德被押送到了科罗拉多 很明显他说谎了 他当然去过科罗拉多很多次 因为那里也有失踪女孩 从绑架岸,再到凶杀岸,从华盛顿州,到犹他州,再到现在的科罗拉多州 朋友觉得,这绝不是巧合 丽兹当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了 可哪里又愿意接受呢 愤怒地赶走了朋友 泰德还是一有机会就会给丽兹打电话 让他相信自己 那一泰德在阿斯鹏法庭受审 休庭期间趁守卫疏忽 从法院阿罗的窗户逃走出去 完成了他的第一次越狱 乔装一番躲在了山里 再次被捕时,是六天后 他回到了阿斯鹏 这次,丽兹终于来看他了 他递给他一个圣诞礼物 支撑他越狱的一本书 巴比龙 一个背叛终身监禁的人 一次又一次的越狱 虽然一直失败,但他从不放弃 他希望丽兹能陪他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 可正因为爱,丽兹才坚持不下去的 泰德由他做的上诉被拒了 现在还要加上越狱的刑罚 他把女儿送给他的话留下,就离开了 泰德把话贴在墙上 注意到天花板上闪动的灯 从那以后,他以喜欢阅读为由 从图书馆借来大量图书 又在短期内减重50磅 劳作时偷偷藏了块小零件 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越狱 这一次,泰德没有进山 而是直奔机场 两周后,他已触摸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联谊会上 迷人的他,很快左右两个女孩 不久,厄运也同样席卷佛罗里达州 1978年1月15日的凌晨 因为年轻女性回到家 他听到楼梯上有重击声 一个男子拿着一段橡木蹲跑下楼来逃走了 楼上两个室友也遭重击昏迷不醒 这两位还算幸运 隔壁的房间里,一位女性面朝下躺在雪坡中 脖子已被扭断成非人的角度 女性器官却逝 生前遭受过性侵 周身还有咬痕 那晚,女生宿舍遭到了袭击 凶手拿着一间木棒 一间一间房走过去 重击熟睡女生的脑袋 其中两个女生死亡 除此之外,他还袭击了另外三人 凶手是泰德吗? 连续过丽兹的大胡子探员 已经有了答案 他敲开了他的房门 递给了他一份机密文件 里面有他想知道的真相 泰德再次被捕 同样是一个晚上 被巡警拦下 趁其无备 泰德不得给了他一拳 然而还是没能逃脱 正式被逮捕前 他给丽兹打了通电话 人不断强调自己是无辜的 第二天一早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过来看他 随即警察进来 粗暴地将他嘴巴掰开 拍下牙齿形状 记者们受邀来参加一场罕见的发布会 警长决定当着所有媒体面 来宣布泰德的公诉书 镜头下的他 永远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十分具有侵略性 泰德的第一次逃狱 让人们开始知道他的名字 第二次逃狱 已经有不少人 将他看成英勇的亡命图 这个时候 人们还不知道 泰德到底犯了多少罪 这场记者会 让整个佛罗里达人民 都认识他了 这时起 粒子也不去上班 整日整日地听哥哥电视台 对泰德案件的播报 受害女性已增至30名 泰德总说着 要相信他 但越来越多的声音告诉他 那个恶魔的化身 就是泰德 新年夜 他从克罗拉多监狱 逃出之后 租了间公寓 而这间公寓 仅距离 佛罗里达女生宿舍的 案发现场 不到一公里 监狱里的泰德 还是会给他打电话 但他已经不接了 除了折磨自己 他什么也做不了 同时小胖 踩到他生病 特地带了点鸡汤来看他 也逐渐走进了他的生活 粒子一直不接电话 他很快又想到了 另一个人 老朋友安 比起励姿 爱慕他已久的安 似乎更死心塌地一些 为了全力支持他 他甚至搬来佛罗里达 自发当起了泰德的发言人 操纵舆论 事情就好办多了 1979年7月 泰德的审判正式开始 这也是美国历来首个 被直播的审讯 所有残忍细节 李兹都逼自己看完 反反复复折磨自己 然后法庭却逐渐成了泰德展现魅力的平台 每天法庭上都有不同的人来旁听 但大多都是年轻女性 有害怕的 但更多的是杨莫泰德而来的 他们似乎并不相信 一个如此博学迷人的人 会是一个连环杀手 再加上安的协助 潜移默化的媒介操控能力 让泰德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无辜者形象 直到检方展示出泰德的牙齿图片 门牙处有个祸口 经法医鉴定 受害女性臀部的摇痕 与照片中的这副牙齿吻合 这也成了指控泰德的直接证据 真相似乎越来越明朗 丽兹也逐渐记起一些细节 良人喝醉的那晚 泰德用手比划着 似乎有某种意图 那日泰人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泰德的神讯 突然当着众人面 他向新女友安求婚 这一场闹剧 这样丽兹彻底崩溃 他才终于说出那个秘密 1974年 西雅图人心惶惶 已经连续有女生失踪被害 警方放出画像和身形描述 丽兹觉得这个人出奇地像泰德 还有那辆甲克重车 于是他拨通了警方的电话 但他并不觉得泰德就是那个变态杀手 向着说一说好了 并且警方已经收到了 3000个嫌疑犯的名字了 最终泰德被判处死刑 最后一刻 泰德坚持自己是无辜的 那此时 泰德妻子安已经怀孕了 十多年后的一天 丽兹突然收到一封来信 泰德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 他也在这时 打开了当年 克罗拉多凶案探员 给他那份亲密文件 他敢在泰德行刑的前一天 来监狱看他 泰德见到他 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 他想知道真相 想放过自己 泰德仍是无罪那一套说辞 直到丽兹告诉他 是他把泰德汪迪这个名字 给了警察 他一直有负罪感 觉得是这一小小举动 毁了泰德的生活 让他成了之后 那一系列案件的嫌疑人 但渐渐的 他察觉他的无疑之举 或许是对的 门口有七个州的探员 抱着一碟一碟的宗卷 等着他坦白认罪 他今天就想听到泰德 说出真相 说把他拿出那份精密文件 他等了十年才敢看这张照片 一句无头女诗 泰德默默不语 写下一个词 钢具 记得一天晚上 丽丝半夜惊醒 泰德打着手电筒 把头埋进了被子里 告诉丽丝 自己在看法律的书 然而 他其实是掀开了丽丝的衣服 盯着他的背部壁画 泰德邦迪 于1989年1月被处决 行星几天前 他承认自己犯下 超30余谋杀案 但专家们相信 实际受害者的数量 可达上百人 руж明星期间 结设论